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在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训绩的微信群 罗华今年32岁 名校毕业 目前在机关从事法务工作 她是众人眼里的公务员 又是传说中遥不可及的女博士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生赢家 在邻居眼里却有着诸多奇怪之处 大家都知道她结了婚 却几乎没有人见过她的丈夫 眼看着孩子都四岁了 幼儿园的老师却认不出孩子的爸爸 有人问及这位神秘的老公 她自己也是一问三不知 就连丈夫的工作都是个未解之谜 那么罗华的丈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夫妻俩如此奇怪的背后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华机场 8952次航班 37号登机口 结婚五年 这是罗华第108次送别账户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熟悉的背影渐渐模糊不见 不知道你老公具体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具体不知道 那你能够随时随地的联系上你老公吗 不太可能 那你能够确定他下一次回来具体是什么时候呢 不完全确定 不完全确定 那你跟他最长的一次完全失眠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五天到一个礼拜左右吧 罗华不知道丈夫从事的工作 不确定丈夫的归期 不能随时联系丈夫 有时候丈夫彻底失联 朋友们戏称夫妻俩太另类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别人眼里是很另类的存在 对 我闺蜜和朋友都曾经对我说过 如果他们是我们这种婚姻状态的话 可能没办法继续 就连住在隔壁的邻居也觉得奇怪 有时候一个多月两个月也是回来吃 没有几次的他爸爸很少回来 他们家老公具体做什么的你们清楚吗 不清楚 你们问过没有 没有 就是不清楚 没有 不清楚 结婚以后就一直没有生活在一起吗 是 邻居说 虽然同在一个楼层生活五年之久 但是平日只有侯习和一段孩子进出 大家都极少见到男主人 有邻居甚至根本不认识罗华丈夫 幼儿园里的老师也说孩子的爸爸极其罕见 幼儿园的照片墙上 唯独没有罗华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一般妈妈接或者爷爷接 他妈妈带的比较多 因为奶奶妈妈带的比较多 他很需要这种父爱在里面 但是因为妈妈平常也跟我们聊过 这种父亲给他可能相对说少一点 所以妈妈担心他这个安全方面 性格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罗华的丈夫为何如此神秘 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又在哪里做些什么呢 她爸爸为什么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的情况多吗 有时候就真的找不到她 我打她坐鸡 好 你打她坐鸡 打她坐鸡啊 真的啊 她爸爸说她每天 一二三五六 晚上加班还是这么的 不知道 她可能没带单位 没带手机 然后她就准备出去了 爸爸去哪了 她可能在公司里面有忙 这一次罗华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可是却始终无人接听 这样一个经常失联的老公 如此荒诞的夫妻相处模式 她的神秘背后到底有何隐情呢 我们找到了罗华的公婆打听情况 叔叔你们的儿子在那边做什么呢 你们并不清楚是吧 不清楚 那你们清楚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博士是谁 他是博士 是博士吧 儿子是博士 大学毕业以后是留在了学 大学毕业以后是怎么呢 大学毕业是留在那读读 他老师 大学毕业都念读念 都读读读读师 博士生嘛 博士生 老师应该嘛 一个就是他在学习 就是你们到目前为止 这么多年了 你们都搞不清他具体做什么 那儿子的工作很神秘啊 是吧 是很闲的 我不知道 你们有问过吗 他怎么跟你们回复的 他是说必须得保密吗 罗华的丈夫谭辉 本是湖南衡阳人 高考之后去了重庆大学 后来考研读博 一直十分出色 直至八年前 她毕业留校 她的工作几乎不能问 她的行踪也不能提 她也来家里 就是放假来 两三天来家里 过年来放假的这几天 在家里待的最长的时间 最长的是十八天的 过年来 八天 十八天吗 他们结婚了两个年 结婚了三天 结婚三天就走了 结婚三天就走了 我结婚三天就走了 我媳妇他们 在父母的记忆里 儿子在家待的最长的时间 是春节八天 平日全国各地跑 行踪飘忽不定 有时候失联找不到人 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 儿子只说工作特殊 具体不知道 不太可能 不完全确定 不确定 她很需要这种坏 最嫌疑 好心 很命类的存在 结婚五年 儿子四岁 一百零八次送别 婚后实际相处 一百二十一天 夫妻俩分居两地 工作宝密 行踪不明 归期不定 偶有失联 这到底是一段 怎样不可思议的婚姻 丈夫谭辉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的神秘背后 究竟隐藏着 多少故事呢 重庆大学的 一栋办公楼里 传来一阵 类似警报声的声音 门口显眼的 迷彩集装箱 令人有种 莫名的紧迫感 这里正是 谭辉办公的地点 你们这动不动 就会有那种 警报的声音响起 不是警报 其实这就是一个 我们在出树的时候 我们那个警灯会响 警灯会亮 检测大厅的墙体 是比较厚的 有两到三米 两到三米啊 因为它是防辐射嘛 与其他办公大楼不同 这里的墙体厚度 高达两三米 是普通墙体的二三十倍 一旦进去 任何电子设备 都会信号全火 门口赫然挂着 保密守则 气氛严肃 关于这里的工作内容 门卫更是只字不提 经过一番沟通 我们被允许 进入谭辉的办公区域 你为什么好安静呢 这一层呢 是生命的 这一层呢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初次见到谭辉 他穿着一身工装 十分朴素 面对镜头 言行举止 也稍显羞涩目能 听闻朋友邻里 称他为神秘的奇葩丈夫 谭辉苦涩的笑说 自己百口莫辩 研究这个技术 它主要在应用领域 集中在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 这些方面 而我本身这些领域 它就带有一定的 这个设立啊 或者是敏感的信息在里面 因此给我的工作上 会带来的东西 就是我研究内容 不能跟家里人说 不能跟家里人说 这是作为一个设定人员 应当要达到这样一个要求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觉得我 天天不知道 导过什么东西 总有一种 这种神秘兮兮的感觉 八年前 谭辉留校读研 之后 他开始跟随导师 做科学研究 由于科学项目 涉及国家国防和军事机密 他的工作内容和行程安排 便也成了不能言说的秘密 即便是最亲近的妻子和父母 也不能透露 设备的一些使用场所 等等 它都需要进行 特殊的这种防护和屏蔽 那么这种防护和屏蔽措施 会给这个通学 会带来听到这个影响 比如说我们的移动手机 这些带进去的 其实也没有信号 因此当我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就很少带手机 带来手机也没用 其实联系不上 所以说我家里人经常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要不就是没人接听 要不就是关机 要不就在服务区 感觉像失眠了一样 严谨的安保 特殊的办公墙体 信号隔绝的工作大楼 再加上办公室里的保密文件 保密条例 碎纸机 无处不透露出 谈灰工作的特殊性 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 比我忙啊 或者是想出差等等 这个计划又被打乱了 有时候就是觉得 家里人没办法交代 所以有时候陪他们时间 确实少 确实少 尤其对我们这种两地分居的 更是感觉像是 学商加双一样 结婚五年 夫妻俩一直分居两地 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 而丈夫的日常 却由于工作的特殊 变成了不解之谜 所谓夫妻 却俨然形同 最熟悉的陌生人 其实罗华和谭辉并不陌生 他们俩同是湖南衡阳人 又同在一所高中就读 高考后 两人虽然各奔东西 可是时隔四年 两人又同在重庆读研深造 他们是校园里的情侣学霸 最后步入婚姻时 却遭遇了距离的重重阻隔 结婚五年 108次机场送别 1645天两地分居 相遇往返数万公里 夫妻本是最亲密的伴侣 可是我四处看房时 你在出差 我产后需要照顾时 你在开会 我生病没人接孩子 你在加班 我看着坏掉的马桶 漏水的地板束手无策 你却突然失联了 工作保密 行踪不明 归期不定 偶有失联 你我之间既熟悉又陌生 既信任又隔离 这到底是一段 怎样不可思议的婚姻 当所有人都质疑 非议不看好时 这一段婚姻 又如何坚持了五年 我们下期见 罗华在湖南省人大法制委社会立法处工作 目前正在攻读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博士 由于丈夫长期不在身边 她在工作独博之余 还得挤出更多时间照顾孩子 5点25下班 我每天可能要大概5点半 5点半或5点35 所以想知道 我看你开车的时候有点急了 是的 因为我每次基本上都是 最晚或者是到数几个去接她 然后我看到你好像最近很忙一样的 带了一堆的书下班 对 我最近在写博士论文 儿子西西今年4岁 刚开始上幼儿园 下班的最后一刻 罗华才提交了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材料 跑出单位大门 糟了 接孩子又晚了 途中在家长微信群里参与讨论 关注儿子的生活点滴 平日工作繁重 还有婆婆帮忙 最近婆婆关节动了手术 她还得琢磨着晚上做菜的食材 好不容易冲出拥堵路段 罗华加紧步伐一路小跑 果然 儿子又成了最后一个 罗华姗姗来迟 她不停地重复道歉 幼儿园老师微笑表示理解 儿子欣欣也早已习惯了妈妈的忙碌 母子俩行色匆匆 一路及时 途中罗华接到三个工作电话 转错了两次回家的路口 小姐 妈妈好像走错路了 没有 没有走错路吗 没有 走错了没有 这是哪里 桂花公园 你们家是怎么走啊 我搞忘了走低水井那条路了 就到嘛 好的 她记录比你厉害哦 对 她是我的那个小导航主 罗华虽然是满腹学识的女博士 但生活努力却一直不太好 没了丈夫在身边 罗华在离家附近两公里的地方打转 手机没电了 无法导航 最后在四岁儿子的指挥下 临近天黑才勉强到家 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属于那种在寝室里面 就属于那种他们都叫我小白 就是那种有点二的那种人 然后生活自理能力不太强 因为我不太会炒菜 那个时候为了让小孩子吃好一点点 我就自己学炒菜 刚开始的时候 经常吃那种烧糊了的菜 然后有时候就去同事和朋友家里面 那个时候崩溃过一两次 就是自己躲在被子里面 还是觉得有点点难受 哭过一两次 但是我知道她其实很想照顾我 只是因为工作原因 还是不能过来 所以觉得还是应该要体谅她 没有你在身边其实她的日子很难过 对 我老婆我没在她身边 她确实表现得非常坚强 非常坚强 确实内心很苦 内心很苦 因为我老婆确实她身低她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说实话 现在想起来 我感觉这不是一个男人做的事情 那时候罗华怀孕一个人待在长沙 饭菜烧焦了难以下咽 当她满腹委屈 试图联系丈夫 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她只能咬着牙一口一口吞下去 后来为了孩子 她开始像研究学术一般 学习各种生活技能 可是上班 读博 照顾孩子 操持家务 种种重担 压在一个女人肩口 她真的是分身乏术 你会做饭吗 会 厨房这一块应该是没怎么做过饭吧 好久都没做了 我至少有半年多了 你啊 你啊 擦了那些全部清光 我冰箱都关了 冰箱都关了 我冰箱都关了 我把电那些都拔掉了 不是 可是你这个冰箱的话 你就算不做饭 你平时会有一些水果啊 我回来就是睡觉 这边这个花生 我感觉是不是放了很久的 这个是 这是我在你家 好多年 不是好多年 好多个月之前了 是 这是我在你家看到的唯一 唯一的食品 唯一的食品 工作以后 谭惠一个人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所老房子 每个月房租1100元 65平的小两室 处处透着单身的味道 他处己一流 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家里没有米 大半年没开过火 平日吃饭 都是在食堂草草解决 他生活能力极强 可是家具上却布满了灰尘 唯有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 稍微有些人气 对于罗华而言 时间永远不够 只有跑步 才能跟上生活的节奏 而对于谭惠来说 跑步是工作之余 打发时间的唯一爱好 它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 偶尔正点下班 同事们都早早地回家陪老婆孩子 谭惠一个人无处可去 只能绕着办公楼 一圈圈地跑 一圈一千米 跑一圈需要两分四十六秒 跑十四圈过后 夜色渐浓 再过一会儿 导师的邮件该发过来了 回头 还是去办公室加班吧 从重庆到长沙 九百四十公里 航程仅需一点五小时 可是山水相隔 你的痛苦 我无法分担 你的喜悦 我不能共享 分居两地 双城夫妻 这样的婚姻 需要多少勇气 这样的日子 又曾经下过多少决心 那一年 罗华本科毕业 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 他从江苏来到重庆 当时在重庆读研的谭徽 作为老同学 前来接待罗华 时隔四年 当他一身症状 出现在罗华面前 罗华被他的最高领域逗乐了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我们的路线安排 形成规划 几点钟到几点钟 去干什么事情 他都像那种 做程序一样 编程序一样 都这样子编下来了 非常的细化 对细化 然后也我感觉 有点点严谨刻板那种感觉 2008年的时候 应该是冰灾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 我要去北京 去参加一次公务员的面试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 大概要坐三四 可能要坐三四十个小时 我不记得了 他为了帮我去买一张火车票 他就说让我自己先休息 他去帮我想办法 结果第二天 他就拿了一张卧富票 到我手上 对 我当时很惊讶 因为我同学买的都是印作票 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买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在那里站了一晚上 那个时候还蛮感动的 谭徽是木讷羞涩的理工男 爱情初来乍到 他像对待科研项目一样 严谨慎重 一张卧铺票 一张行程表 一个蜡烛摆成的心形 集合了他的所有用心 也有一种令人局促 而幽默的浪漫 多少年过去 罗华一直把这种爱和感动 记在心里 支撑着他 走过了婚姻中 双成生活 最难过的时刻 父母有反对你们的 在一起吗 父母 父母觉得他人还不错 但是可能就是觉得 两个人以后的 就是说 可能工作规划 不会太一样 因为工作 两个人不在一起 那两年 我觉得 可能是我人生中 流眼泪流的最多的两年 有时候 走在路上 也会无缘无故地 流下眼泪 晚上睡觉的时候 基本上是带着眼泪睡觉的 当时有犹豫说 要放弃跟他自己的感情吗 没有犹豫过 还是希望可以在一起 所以坚持了很久 然后 父母也是还是 应该是说 被我们感动了吧 罗华父母曾一度反对 两人在一起 觉得不切实际 无数个夜晚 罗华含泪失去 最终 父母被他们打动 我觉得这是他心里面 心里面的梦吧 因为 对于他来说 好像从 从我认识他开始 他就很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你如果很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为他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 第一个去适应他的一些工作状态 第二个也希望去可以支持他 两个人一起去共同进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经常在 有时候也会讨论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可以 从分开 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两个人还可以 一直走在一起 我们觉得 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内心的那种感情 谈灰有理想 有信念 这是罗华所爱的人的样子 作为妻子 他愿意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双程婚姻生活 罗华没有抱怨 心甘情愿为他付出 写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呢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也会写信给对方 通过发 有时候是发email 有时候是就是说写纸质的信 但是不游记 然后装进一个信封给对方 写完信以后 就是你可能能把你这段时间 心里面最深处想要的东西都挖掘出来 但如果这样子深度沟通以后 就会觉得 他跟你精神上就是其实越来越契合 在信息快速化的时代 罗华夫妻却保持着写信的习惯 信中的内容不再停留于家庭琐碎 而是对生活和事业的感悟 思想观念上的高度契合 让生活少了很多烦恼 虽然分居两地 但两人感情比以前更加牢固了 朱 倩倩好 最近很忙吧 天天是不是都在加班 亲爱的 我不知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 妈妈才中完手术 儿子要接送上下学 你的博士任务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可想而知 你的内心呈生了多大的压力 想到这么多事情全部压在你的肩膀上 我心里非常的惭愧 最近我和爸爸一直都按照医生的吩咐 带妈妈去换药和复查 医生说 妈妈恢复得很好 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希希的 也不用担心 只要专心工作就好了 人生总是面临着太多的缺帅 而结果却是太多的不爱 现在我仿佛有点明白了 你经常对我说的 既然选择了低平线 我对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你在重庆 你要保重身体 不要太辛苦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偷偷地许了一个心愿 希望你能早日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 我们一家人能够早日团圆 我这里下雨了 气温很低 看天气预报 说长沙也很冷 你一定要多穿件衣服 保重身体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把全生的我都活过 我始终没说 不曾将你附和 最后的你的日是我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把全生的我都活过 心往前走 不必回头 在终点 等你会是我 五年双城生活 罗华从一米小白 变成了内外坚固的女强人 老人 孩子 学业 工作 种种压力 让罗华看上去 像上了发条的战斗机 每天总有很多琐事 每天总恨时间太少 而谭辉 她心怀对妻子孩子的亏欠 过着苦行僧事的生活 另一方面 她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越飞越高 越走越远 有闺蜜取笑她们是奇葩夫妻 有同事直言不讳 这样的婚姻不能长久 年少时候 纯粹的爱情总归是美好的 可是落在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里 如何让爱情走得更远 距离是夫妻俩 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可是谭辉是名校博士 又是不可替代的科研人才 她为什么不回长沙工作 既然两人感情深厚 她为何不能做出退让 成全家庭 作为她成功背后的女人 罗华对于未来的双城生活 又是怎样的态度和打算呢 像我们以前小时的时候 要读书 要自己挣学费 到山上去砍竹子 竹子从山上拖下来 这么大一根 就是一尺一尺二的那种竹子 也拖两根竹子下来 去卖钱 暑假基本上就是说 为了下学业交学费的话 暑假就必须要这么去干 就是读初二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过 就是以前看过《平凡的世界》 就是那本书改变了我的想法 所以我就当时要考高中 考高中 上大学嘛 好 这是这个 谭辉今年33岁 出生在湖南衡阳的农村家庭 由于家境不好 在高中以前 她甚至没见过足球 也不知道一个农村娃 还有什么比打工更好的出路 直到偶然间 读到一本平凡的世界 她才知道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从乡村中学 考入名牌大学 读研读博 她一路以学霸著称 21年奋斗学习 她从贫穷自卑的农村孩子 蜕变成为国家科研工作者 这种尊严与荣耀 让她对自我 对工作 有了前所未有的认同 我想尽快 在这边做出一个 就是说 不说里程碑的 就是说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节点 比较好的一个节点 对 这种事情 孩子用节点来形容 还不能说 就换一个句话 做出一个逗话出来 就OK了 就是说我这个 就是我自己内心 刚才想说的这个 我想不要把自己 太早地放在那种 比较温度的这种 梦想里面 和这种 其实生活的这种理解 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 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 奋斗一下 也许就是 到了老年之后 你会感谢 现在的这一段 自己的这种历史 对 所以说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 这是一种苦行生的做法 其实内心 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其实说实话 就是你选择这条 这种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会非常 非常不能理解 细细数来 谭辉的人生 几乎全在校园里度过 而多年来的学术研究 让他成了一个 简单而纯粹的人 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而自己的这一点点喜欢 还能被需要 有价值 他的生命 因为这份需要而有了光 可是 他不仅被工作需要 他也被家庭和妻子 孩子 同样需要 真的是 随时都可以发现 比如说 就是可以 小孩生病的时候 是吧 老婆觉得很累的时候 我妈生病的时候 对不对 还有包括就是说 工作上你遇到很多困难 我为什么 我撇了家人 我在这里 在这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我为了什么呢 我得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 我自己内心经常会这样去问自己 所以说 就是说 你让你放弃的理由 可以有一千个 有一万个 但真的能让你坚持的原因 也许就那么一个 甚至只有半个 你还不知道坚持下去 会有什么结果 谭辉说 放弃的理由有千万个 坚持的理由 却只有一个半个 他想用人生最好的八年 给自己一个交代 可是 坚持下去会有什么 他的理想 能够支撑这个家 走到哪里 他也没有答案 周末 罗华带着儿子 来了重庆 新出门 跟隆坚持下去 去看起来 下方一辆 入 都要 看起来 看起来 打开 你 不光 我已经买一点点水了 他 你们 平时你们喝水都是要从外面买吗 因为我很少回来所以我一般都买平方水 那个被子是这次他们专门过来的 对对对 我把洗的换了 妻子儿子来了重庆 谭徽特意打扫了卫生 洗了被子 买了水果 因为有了罗华和儿子 这座简陋的房子里 顿时有了人气 这个被子 对 她现在一直还在用 我记得是我刚谈恋爱 06年的时候 06年我送给她的 现在我没想到 现在还一直在用 夫妻俩恋爱第一年买下的杯子 谭徽用了整整十年 十年如一 也是谭徽和罗华对彼此的承诺 罗华来重庆 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单人床上 罗华也不嫌弃 她说我家就很紧了 她这个人很 对自己 我觉得并不是说 特别 就是说特别大方 对自己 但是对我们就是 很亲近所有的一种 其实我还是有点心酸 对 因为这么多年 她工作一直 一直都很努力嘛 然后 但是因为家没有安在重庆 我觉得 总是有一种让她感 就是我感觉 她就无定所 就是好像没有根一样 那种感觉 求自己的事业远离家庭 留下妻子独自承担一切 但是在罗华心里 她却更多的是觉得心酸 繁华闹事 谭徽独守着这份清幽和寂寞 对家庭的亏欠 外人的质疑 她都一一承受 索性 罗华理解她的努力和付出 我感觉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感觉特别放松 就跟长沙那种状态会不一样 真的 对 因为在这边 就什么事情 她都会 都会帮忙做嘛 去帮忙想嘛 所以我基本上 出来都不想试 在长沙一直扎着马尾的罗华 此刻 却放下了头发 从战斗状态 到小白状态的自由切换 旨在于身边 是否有谭徽的存在 从心里上 罗华和儿子希希 极度依赖谭徽 罗华戏称 有种父爱 叫不带腿出门 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并未在这一家三口的身上体现 而正当准备去吃饭 谭徽却突然离开 令人疑惑不已 这是为什么呢 省时间吗 就为了省时间 她平时也这样吗 她平常都会 就是让我们慢慢走 她自己先跑到雷雨里 去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 一直都这样走 基本上都这样 谭徽一路小跑 就是为了让罗华 到餐厅时 无需多等一刻 这种习惯 从恋爱一直持续到现在 已经每个人的水 都已经倒好了 这个也这么好 你这种时候应该会觉得 挺幸福的吧 对 我说到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般都不带脑的 就是那种 比如说她回来 像在家里面 我就可以睡懒觉 她就跟我说 让我睡懒觉 然后她早上起床去买菜 虽然陪你的时间很好 但是每一次陪 都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每次陪都很尽心尽力 在相聚甚少的日子里 谭徽总能让罗华 有女王般的幸福感 感情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鲜度 今天对谭徽来说 是个特别的日子 老婆 生日快乐 谢谢 好吧 感谢你这么多年 对我的支持 好吧 闭上眼睛 许个愿 许个愿 没事 没事 希望可以 都跟你在一起 在世界 十年前 谭徽曾在海边 摆下蜡烛心形 当时的罗华 被这个理工男 笨拙的浪漫打动 十年后 浪漫的方式没有改变 感动也一如从前 罗华热泪盈眶 其实也是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讨论的东西 我有几个愿望 我做完了 也不是 就在这一两年 差不多吧 我们就团聚 再大的困难 我们就团聚 真的是这样 对于谭徽的承诺 罗华坚信不疑 他们的爱情 无需言语 任岁月流转 时空转换 他们依旧保持着初心 其实我一直觉得 就是比如说结婚 如果你喜欢你的人 是应该去 去支持他 说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而不你要把他吃完减断 所以 我觉得 只要他喜欢这个事情 你都会 你都会能够支持他 夫妻团聚短短两天 回长沙的当晚 罗华写论文写到凌晨一点 以前更加坚信 更用心生活 生活也给了他们回报 谭徽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 科技进步一登奖 2016年12月12日 罗华家庭 被评为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 从学生时期的纯纯爱恋 到历经考验的异地恋 再到饱受婚姻的现实魔力 他们之间一直有着共同的信念 他们非常坚定 对方就是那个 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人 所以 他们的婚姻 更多的是信任和理解 不仅婚姻稳稳地前进 他们还互相鼓舞 成为了更优秀 更强大的自己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 婚姻不只是柴米油盐 酱醋茶 同样也可以 有理想 有情怀 有梦想 因为对方 而愿意变得更好 爱那个优秀的他 也爱那个优秀的自己 是你让我之间的相当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